509之后成功转型成为政治网红的前首相纳吉 那虽然被首相马哈迪讥讽 说他在网上的这个人气急升 但其实啊没有什么影响力 但这并不无阻 纳吉继续经营他的网红事业哦 而且呢他还常常南下北上 到不同的地方跟粉丝会面 营造亲民的形象 而农历青年将至 昨天纳吉竟然指导首相马哈迪的地盘扶罗交易 而且还获得了整百名支持者的热烈欢迎 近身网红行列的前首相纳吉 昨天抵达扶罗交易国际机场 从画面可以看到 有大约百名支持者特地到机场迎接他 甚至还有小朋友 穿着他近期的网络潮语 Bossku T-shirt与他合照 纳吉随后也在自己的面子书上载照片 并写到来自扶罗交易的问候 然而纳吉突然造访 并没让所有人都开心 在他抵达没多久 就有五名来自土团党的党员到警察局报案 投诉纳吉在扶罗交易的公开活动 没有获得准证 但是你有你报案 我有我继续见粉丝 纳吉隔天还在扶罗交易沙滩 与民众轻松交流吃早餐 过后还照常出席了一场名为 和纳吉自拍的活动 有网友还把纳吉前来扶罗交易的过程 拍成宣传视频 大家还高举手势 喊出纳吉自创的网络潮语 Bossku Malu Abba 得知自己到扶罗交易 却遭人报案投诉 纳吉今天在他的面子书 上载了土团党党员的报案纸 也于说难道自拍都犯法吗 需要这么大阵仗去报案吗 他还促进西蒙的支持者冷静一点 他只是到扶罗交易走走 会见人民 即品尝当地的烧鱼而已 大家 纳吉踩上马哈迪的地盘之后 当地的德士司机 趁机向纳吉大吐苦水 从网民上载的画面可以看到 有一名德士司机 向纳吉出示一张收据 显示他从凌晨开始 就长时间驻守在 佛罗交易机场载客 但是酬劳 却在扣除昂贵的机场服务费之后 所剩无几 我在霸出身上 拿着志司机 才够用到 29日 因为太空了 请纳吉出示 点赞 订阅 到最初adin之后 从暗计时 我们要返结员到午后 我们要返结 размер 一、时代 至少